大家好 今天小猪佩奇又给我们带来新的糖果贩卖机了 这是一个翘翘版的糖果机 那这个糖果机很考运气哦 让我们来看一下小猪佩奇能不能拿到这个黄式的糖果呢 太可惜了 糖果还没到出口就掉到洞里去了 接下来这个粉红式的糖果怎么样呢 好像还挺顺利的 快要到出口了 太棒了 我们成功的把粉红式的糖果运到了出口 那这个粉红式的糖果是什么味道呢 小猪佩奇来尝一下 嗯 太好吃了 是水蜜桃口味的 我还要再咬一次给乔治 这一次能不能顺利的运到出口呢 太棒了 这一次非常的成功了 佩奇咬到的是黄式的糖果 它开开心心的把糖果拿回去给乔治了 糖果鸡 糖果鸡 听说这里有一个新的糖果鸡 熊达也来咬糖果鸡啦 熊达也来咬糖果鸡啦 熊达能不能顺利的拿到糖果呢 这是一个橙色的糖果 熊达的运气怎么样呢 哦 太可惜了 熊达说它还要再咬一次 这一次是粉红式的糖果 这一次是粉红式的糖果 哇 好顺利啊 熊达第二次成功的把糖果熨到了出口 嗯 糖果好好吃啊 嗯 还要带一个给熊二呢 这一次熊达能不能顺利呢 哇 太棒了 熊达这次好顺利啊 赶紧拿回去和熊二一起分享 这时候有一只恐龙也来到了糖果鸡面前 它好像也想吃里面的糖果 让我们来帮恐龙饮两个糖果吧 掉出来了橙色和绿色的 加油 到了第二关了 哦 绿色的糖果掉到洞里去了 太可惜了 恐龙肚子咕咕地叫 恐龙肚子咕咕地叫 让我们再来试一次 这一次能不能成功呢 好紧张啊 好像挺顺利的 第一个绿色的糖果掉出来了 还剩下一个黄色的 哦 太棒了 恐龙看到两个糖果都掉出来了 它好开心啊 肚子饿了的恐龙 一下子就把两颗糖果吃下去了 然后开开心心地离开了 这时候奥特曼也想吃糖果 它刚打完怪兽 肚子好饿啊 它一下子选择了好多个糖果 那能不能顺利把它们全都运到出口呢 哦 太可惜了 苏特曼玩得太急 大部分的糖果都掉到洞口里了 只剩下一个橙式的糖果掉了出来 看来要想吃到美味的糖果还需要耐心啊 接下来小猪佩奇又给我们介绍 这一个翘翘板糖果机是怎么样组装的 那这个翘翘板的糖果机组装起来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它的糖果藏在了背后 我们把盖子拿下来之后 这里面有一包各种口味的糖果 然后再把这包糖果倒到糖果机的背后 那刚开始呢 倒一半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把盖子合上 这里还有一个底座可以拆下来 安装在底部 这样子糖果机就不会摇摇晃晃了 组装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糖果机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